喷家我是来将,最近我不是搬家了嘛 各种打包整理手续真的是忙得脚打后脑勺 那也是借此机会呢处理了很多闲置的衣服呀 鞋子包包还有书籍资料等等的 那个场面真的是叫一个大型的断舍离现场 不过呢有舍就有得 所以又给自己多守了一些新家的小物件 也算是给自己准备的一个新家的小礼物 所以今天呢想来大家看一下最近入手了哪些好东西 首先是一些护肤和彩妆 现在跟大家开这个 Woran Dew的一个化妆水一开始我是在Insta上被种草的一个非常喜欢的模特姐姐 po了她日常护肤爱用好物 然后呢就有这个水 她就说这个水这个肤感咋好咋好味道咋好 我就特意去柜台试了一下 果真是我喜欢那一挂的 它其实是一个水油分层结构的 摇晕之后呢就是这样像精华液一样 涂出来之后 特别的顺滑 算清爽那一挂的 上脸之后的肤感也够滋润 柜姐有说它是有加了什么山茶花的提取物 所以我觉得它闻起来更偏向那种比较有通透性的那种植物的清香 对 然后这个是 Woran Dew的滋润化妆水 你们都知道我是Cell Look他们家的中粉 这次呢是入了一个眼影盘 还有两支口红 这样的一盘颜色 7号色 我给大家看一下 看起来有一点点烟熏粉的感觉 其实上演之后非常非常的自然 现在涂得有这个颜色 其实非常的女人的感觉 它的颜色都是这种偏低饱和度 然后带一些些灰调的 所以其实很好跟其他的妆容和穿搭来做融合和搭配 他们家的眼影盘也是出了名的这种植物系 比较适合敏感机啊 痘痘机啊 还有就是洗面板就可以卸 非常的方便 粉色这种超级细腻 它是带了一丢丢非常非常低调的闪 然后摸上去之后 有点像摁在土豆泥上的感觉 颜色也很通透 粉色的 即使是最深的这个粉色 上脸之后 它的质感还是非常清淡的 再把它晕开 就很漂亮 非常高级的颜色 好方的是这两只 一个是三号色 一个五号色 都是他们家丝绒光感系列 它既是唇膏 是口红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点 就是上嘴之后 非常的非常的滋润 三号是这种一个 砖红色 可能在视频里会偏一点点呈红 但其实这种 有一点点挑跃感的砖红色 在秋冬用 带上一个小围巾之类的 会特别特别的好看齐范 就这个颜色呢 如果说你秋冬穿一些 偏冷一些的 色系的单品搭配在一起的时候 偏橙调的这个砖红色 就拒绝词 超级好看 还有四号是五号色 这个也很好看 五号色呢 它就来的偏暗一些 就这种棕红色了 你看它是那种 哑光质地的嘛 但上嘴之后真的很润 这个是五号色 上嘴之后的一个效果 这个就来更加成熟和成本一些 有没有 这种颜色 我跟你们讲 就是秋冬里配上什么小皮裙啊 小皮衣啊 绝了 今后你们也会经常在视频里 看到这两小只的出现 然后我觉得他们家的这种 唇膏 一个是非常滋润 再一个就是 非常的适合通勤 日常用 就很棒 接下来呢 是生活和居家会用到的 一些小东西 首先呢 是我九月份去冲绳的时候 买的这个牌 这个是在冲绳 非常著名的那个 胡乌陶瓷街买的 这家店呢已经是第六代传人了 而且他们家就是 烧瓷的这个窑 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超级厉害 整个都是用的那种 冲绳的土 以及是手工做的 又再加上匠人呢 一笔一笔 去手工画出来的 非常的厉害 当时我在那个店里 看到这几个牌的时候 就有一种 走不通道路的感觉 捧在手上呢 就觉得 心里咯噔一下 对 就是千里迢迢 从冲绳飞回了东京 所以这回呢 我是买了两大两小的 一共四个牌 非常非常满意的一次购物 接下来要跟大家 强烈推荐的一个好物 说出来可能 大家会怀疑我的脑回路 因为它是一个垃圾桶 但这个垃圾桶 非常的厉害 它是06年初的一个设计 当时就拿了很多 国际型的这种设计大奖 然后到现在呢 也就是非常非常的人气 被很多高级酒店 选做客房垃圾桶的那种 就与其说是一个新品开箱 不如说是一个回购啊 因为我之前家里用的就是这个 搬家之后又回购了俩 它这个设计厉害的地方 就是可以把垃圾袋隐藏起来 两层的一个结构 里边呢是有这个手柄的 就可以这样抬起来 把它罩上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家居装饰物 而且它放在哪儿 你都不会觉得突兀 非常简约高级 有质感的这样的一个家居好物 对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你们不是让我推荐枕头吗 这个也是我最近睡到的 觉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枕头 是咱们国火之光古梦他们家的一个 额绒枕 你看是弹性 就是五指它都能掐上去 超级超级的软柔有没有 而且它是那种有一点点淡淡的薰衣草味道的 你都知道薰衣草的这个气味是比较有这个 助眠效果的 我当时一说到它马上就开始睡了 你看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去买一个合适的枕套 躺在上面就会有一种整个头和身子就浸到薰衣草田园里边的感觉 非常非常的舒服 因为你们都知道我是非常挑枕头的 然后这个高度呢我觉得真的是刚刚好 对我这个肩部还有整个颈部头部的支撑都特别的棒 而且的布钻绒就是早上起来不会一脸的绒毛那种哈 你们懂的 其实真的还有超级多的好东西想跟大家分享的 但是一天说不完哈 那就等我慢慢把家里布置好了之后再来和大家分享 那如果你没有什么想看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都会给大家安排上的 那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